中兴XM深度评测 2017年手机市场无疑是属于全面屏的 然而在这样一个阶段 中兴却发布了一款可折叠的双屏手机XM 事实上可折叠的智能手机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只不过中兴将这个概念落实到了实处 并在没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优化处理 不过选择这个时机发布可折叠的智能手机 真的是一个明智之选吗 配备两个触摸屏能让这款手机会而出吗 发布会之后小编为您带来这一篇评测 希望能够给您找办法案 谈起可折叠智能手机 我们的印象大概还是一块屏幕可以弯曲折叠 不过中兴XM并不是这样 它没有折叠显示 而是用脚链连接的两个显示屏 在折叠屏状态 不屏变为手机背部 展开时两块屏幕拼接在一起 拥有更大的显示空间 当然也有网友戏称 XM就是一台任天堂3DS游戏机 中兴XM的两块屏幕都是5.2英寸LCD屏 分率为1080P 当它们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屏幕时 按对角计算 整个显示屏为6.8英寸 分率达到了1920×2160 这个手机最后的部分为12毫米 应该算是市面上最后的手机了 这也让中兴XM显得有些尴尬 不过鉴于可折叠双屏的独特特性 这种手感上的缺失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XM的电源键也是采用了特殊处理 它和索尼旗舰一样 融入了指纹识别功能 整个手机只有一块31800毫米电池 这对于一款爽名手机来说 容量不算大 甚至是不太够的样子 不过中兴自己的手法是 已经做了系统层面的优化 确保电池续航没有问题